一年一度的布农族运动会即将在五月份登场 卓西乡的社会组男女排球队 每天晚上七点都会相聚在卓西的聚会所来训练 现在连周末假日也不浪费 下午两点大家换上了运动服 开始培养默契以及增加球技的技术 希望能够在五月份的布农族运动会中 拿下好的成绩 强而有力的发球让对手来不及反应 这是卓西乡社会男女组排球队的团练 趁着假日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来到卓西乡聚会所来打球 一年一度的布农族运动会即将在五月份登场 卓西乡的社会组男女排球队 每天晚上七点都会相聚在卓西聚会所来练习 现在连周末假日也都不浪费 下午两点大家换上运动服 开始培养默契以及增加球技的技术 假日也能在卓西国小操场上看到 女子乐乐棒的队员们 也都在艳阳下练球 是希望能够在五月份布农族运动会拿下好成绩 记者高雙雙卓西乡采访报道